好 亲民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收看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赛事直播 我是贾刚璐 今天特别荣幸和著名国手彭圈老师一起讲解 彭老师好 那个璐璐好 邱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再次来到田园围棋频道 来给大家讲解这一盘应该说是这届农心杯中的一个焦点之战 对 非常关键的一战 因为这一次其实韩国的成绩并不理想 只剩下申真旭这一员大将了 那现在咱们中国的副帅米玉婷九段就要跟他展开一番激战 对 这一届是韩国号称孟之队 很积分前五 很积分前五名的高手西树登场 对 号称要碾压中韩 结果没想到孟之队出场之后 前面的起手发挥都不佳 对 有一些拉胯 然后直接导致现在只剩下一个光感司令了 对 而中国和日本分别都还有两位起手 也就是说站在韩国的角度 对 就是小生 对 小生因为之前在正式比赛当中 已经对中国起手取得了21连胜 所以确实他是我们应该说接下来这段时间的一个很大的对手 所以大家呢也格外的关注就是咱们中国的顶尖高手与他的交手 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实时画面 他好像需要去冷静一下看起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这班其实站在韩国队的角度 其实深入去压力非常的大 对 就是如果这一届韩国想拿冠军的话需要联姻色盘 对 就是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了 只剩下他一员这个大将一个主将了 而中国和日本的话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平跑的状态 对 当然中国呢是敏玉廷九段和柯杰九段啊 实力非常强 日本的话是伊利辽和于正齐 大家如果关心的话 昨天也应该能够知道 昨天日本的锦山玉太已经输给了中国的小米与一亭 对 就是小米攻类成功 就是说其实日本也算提前派出了一张王牌 对 虽然说效果非常好 打出了一个之前打出了一个四联胜 但是在锦山被淘汰掉之后 虽然还有两位女人大将 但是说实话 从实力纸面上来看 而日本队想夺冠难度也很大 我觉得就相当于他们要面对柯杰李玉廷 或者是柯杰陈仙旭 对 就是说压力也非常的大 但不管怎么样呢 今天的话中韩的这个对决 说白了 如果小米获胜的话 韩国队就会久违的获得了一个老三的位置 对第三名 而且是号称孟之队全部出局 因为非常尴尬 所以说今天其实小生 我觉得心里的负押非常非常大 是的 就是说万一输掉的话 就是整个就感觉全完了 而且大家也知道 虽然说前面是连胜的 但是呢 说从其的内容上看 其实 很多是逆转 对 深圳区并不是无懈可击 而且很多棋局都是我们 在小关子阶段的一个被反超 所以说呢 今天的话 如果再度小生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中 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对 我们拭目以待 好 那这个比赛呢 是下午一点钟开始 我们先进入棋局 来看一下这两 这盘中韩的巅峰对决 对 就相当于那个 这个韩国时间的两点 我们中国北京时间的一点 对 经过拆线的话 这盘棋是 深圳区直黑 对 小米直白 对 然后比赛是采用韩国规则 贴缓六目半 对 上来下了一个新小木格二连星 这上来都差不多 然后下了一个单关手脚 然后撞上去肯定直接 我们都看到 明亦亭小米现在棋也非常的有气势 马上撞上去 也是现在维持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套路 对 而且这种比较激烈的下法 比较符合米玉亭的一个风格 那个小米的棋非常的火爆 能杀你的时候绝对不手软 对 包括昨天跟景山 景山其实被杀得有点亏不成军 对 但其实景山本身的风格也是栗战型 对 那昨天被杀的 中国遇上了一个更有力量 对 比他更加的凶狠的 如果大家之前在看了前两天的天然赛 跟那个姜伟杰两个人也是杀的天昏地暗 就是那个旗下的 尸横遍野 所以说键盘棋的话呢 可明亦小米也是要趁趁追击 发挥出自己善战的一个风格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撞击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了 你说手脚行不行 比如说点三行不行 挂脚行不行 那当然都行 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棋风的问题 撞击的话呢 大概率 一般大部分的棋会像成这样 对 下班之后下一个这个打赤 然后贴 然后藏起来 然后黑的拐吃 这时候呢 白的应该大概率不会拐 拐的话会被直接拍死 这样的话整个右边黑鞋的时空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会下到一个常温一手 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走下面 那我再走 那这两个很明显会至少有两到三步棋的便宜 所以黑棋要沾上 沾上的话就是白的可以先挡一下 对 然后再挂脱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乱战的一个局势 是的 主动选择的小米也今天非常的自信 说实话 他的话呢 也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 其实一直 这个成绩非常的稳定 而且也是经常是不是也有冠军入账 只是呢 那个最近一两年呢 就是世界大战上感觉 那个出境率没有那么高 还有就是 有时候老师可能会输掉一些企业 导致一些企业 我们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些高手们都 中国这些高手们是不是都 那个不行了 或者怎么样 其实没有 最关键问题就是 我刚才之前跟企业们开玩笑了 现在最关键问题是 竞技的这个赛场上 中国太内卷 对 金车这首有很多 就他主要是最大的一个困难是 有时候拿不到参赛资格 对 就不是说倒在了敌人的刀下 而是队友太强 对对对 我们这个选拔赛啊 他不太好出现 选拔赛非常的难出现 对 所以说呢 不是说 他水平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今晚期 也选择了一个最激烈的一个下法 你来说 最近的状态 还是非常爆棚的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实战黑棋的选择啊 并没有选择这个常见的 黑棋的选择真的很少见 露露 这个棋我不知道 这个不这么下 真的可以吗 对 应该说 平时大家可能也见到了啊 这个碰 可能十盘有九盘 都是下班的 都是下班的嘛 对 对吧 这个我都会啊 但这盘棋呢 黑棋就选择了一个少见一点 非常少见的一个棋 而且这个棋一般来说 在韩国棋手的 那个视野里下出来 非常的少见 因为其实我们也给 棋手们介绍一下 在我印象中的韩国的高手 包括小生 其实都很喜欢实地 这是韩国的一个 一脉相承的一个 就是一个 类似一个风格 就是非常的酷爱实地 所以说他们下棋的话 一般很少会把棋下载 特别开局的时候 下载外面啊 那这盘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只能去直接把棋 照在了上班的位置 而且这个局部 直接送掉了很多的时候 嗯 是的 一反常态啊 不知道是后续 有什么研究吗 还是说 这个比赛有点紧张 对 因为我们刚刚分析过了 就是虽然说 我们现在呢 其实这盘棋 当然非常的关键 但是对于小生来讲 他是没有退路的 而我们的小米呢 再不管怎么说 后面还有个柯杰 他的心理上 肯定是尽量为国争光 但是我还有队友的 就算 再说个特别直白话 就算今天 真的就算输掉了 也本身也不丢人 而且呢 中国队也还有希望夺贯 对 所以说 而且车阶的话 也只需要再赢两盘 就算今天小米输掉 嗯 因为下一轮 他们要内耗一盘 是日本跟韩国 对 也只要一个二连胜 一盘能够中国队夺冠 所以说 作为这个 加上担子来说 确实没有那么大 对 而反观小生的话呢 他是需要一波四连胜 他因为现在没有队友了 队友开坑这次 对 号称的这个 前五梦之队 对梦之队 所以说这个 其实真的 我觉得 就是任何项目都一样 就一说出什么梦之队来 感觉就有点 对 这种什么 拜原品 对 什么银河战舰 类似这种话 就是 就感觉有点危险 是的 对 就总感觉这个画风 有点 这个偏低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危险 对 因为你一说梦之队 你可能对自己的期待值 也会升高 但其实大家的水平 都是非常的接近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心态上 把自己放在一个上手的状态 有优势的状态 其实很难下的 所以说小生 现在他其实 跟很多人下 其实他作为他的对手 可能都会有这种冲击感 所以就反而轻松一点 但作为小生 自己来讲的话 他肯定 就多重的压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盘棋布局 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少见的 他选择了取势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进脚 对 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 他上班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能用这种退的 退的话 他再立下来 我们这杯扳的就很重了 非常的不划算 这个地方 因为你还得去照顾这些子 对 如果立的话 就不用说 直接被一个二子头 相当于一个被摁住了 反扳也是不行的 这杯打 就是杀不过的 所以只能是下班 下班的话 黑棋基本上会选择一个 外打 或者是粘的一个下方 就是说 这里也肯定是不能虎的 其他们 这个颜值太低了 对 拍一下之后 排气在后 这里的话 其他们会看到 被打一下之后 非常的重复 所以说他为了自己 将这个形状 要更高的效率 基本上也会用接 接的话 白的一定是挺头 因为这个 对 如果你看 这样的话 跟刚刚我们被打吃一下 这个对比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说白的一定会挺头 那挺头的话 黑的会拍白气 结果它是一个必然的 对 黑气如果跟着硬 那白气形状就太舒服了 所以说会拍 然后白的接住 然后黑的再挡脚 就是黑的白的爬出 这里的话也跟亲友们说一下 原来的话 这种形状 更多的会选择直接跳 那直接跳的话 有两个小的弊端 一个的话 是逼过来之后 这个形状的眼位 还是会有一些缺陷 第二个呢 就是对对方的压力不足 爬完的话呢 以后会有一个拍起 好点 对脚上会有一个二路 搬完之后 未来有可能的一个冲断 就是 在这边比如 有一些坚硬的时候 对 白气有此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跳的话呢 由于你置身这里 有断点 就很难再去冲断对方了 而且对方拖鞋 对脚子压力比较小 如果是黑气长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跳出 或者是再爬一下 这样的话 就能看到呢 在我逼过来的 这个压力 就会大幅度的缓解 所以是 这个地方 有一个标准形状吧 反正我见的是 好像很多高手 不太愿意下黑气 除非是这边 有一些大部分 有一个很好的搭配 但是很好搭配 你家也就不靠你了 对 你要不会碰靠这个 可能会直接去分头 所以说 一般来的这边 不会有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外事 所以说下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个局部虽然也是两分 但是我个人的话 是更推荐 请我们注意 我更推荐下白气 我这里不太建议 请我们下黑气 因为黑气的话 上来损失掉很多时空之后 其实不是很好把握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不是特别好把握这个局势 对 从这个视频里也能感觉到 其实现在我们的小米 是一个很放松啊 很气定神闲的一个状态 然后感觉上 我觉得他今天这番期 从他的表露出的面貌来看 还是很不错的 感觉 应该是这会儿看起来 他觉得对局势还是比较满意的 你看他的坐姿 我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看小生这边的话 看起来有一点紧张 耳朵有点偏红 而且神情相对严峻一点 所以我们从表情的分析 感觉现在小米还不错 待会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实际的结局 其实都说不清楚 对 因为我们还是得从棋盘上来看 现在这个地方白棋拐完之后呢 刚刚彭老师也介绍了 黑棋有可能长 或者以后走其他的 所以他是先保留了一下 选择了在这边挂脚 他长了还有点损控 他以后还是会保留一个这边 走 就是从家机过来的可能性 拦过来拦过来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挂脚呢 白棋如果简单跟着硬 黑棋可能在这一块就会形成正式 应该会是一个柴边 柴边或柴边 所以白棋要破坏 破坏一下黑棋的模样 所以家机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 对 然后黑棋反加 反加的话 这里肯定是不能点三三了 点三三这个被白棋这里 走安定之后 全部看到 右下的这个外事会非常的尴尬 对给大家看一个 比如说七尔门可能经常见到的一个长形 但如果现在这个方向的话 就显得黑棋 这个地方就显得 非常非常糟糕了 可以说已经布局已经凉一半了 七尔门 应该是不能够这么下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要赶工黑白棋 所以说要逼住白棋 而且不逼的话 这里也会被白的拆过来 赶拆过来 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 音乐的轻微的这个冲断 就会二路八万 对以后我搬你 你可能不能够 那你整块棋的眼泪 其实都有问题 比如他反加也是 这场下 这时候黑白棋 一不做二不休 因为这边 我们刚刚说还有一些隐患 所以小米 还是一个适应手 舒服了 对他先问一下 你这个地方补补补补 那他只能刷 对然后交换完这一下 可能对这边有点帮助之后 打一下 对他干脆把这个大肠给抢了 对拆了 拆完之后呢 这个棋子呢 我们会看到 肯定是要被小生猛攻的 但这个格局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 我更看好白一些 因为这个 韩国棋手 真的我很少见他们下这种打模样 然后攻击了这个想法 对 而且从风格上来讲 如果是小米和小生做一个对比的话 小生也相对更均衡全面一些 那小米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立战型的 所以说这盘棋 我觉得小米的这个策略啊 目前就是导向一个 我先把你的时空抢了 然后现在呢 我留给你一个攻击目标 那看你怎么来出拳 所以接下来 黑棋就要想 怎么去进攻白旗这颗棋子 实战 黑棋是跳出 实战两位 应该说 今天非常的暴脾气 这个真的 我觉得 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石正序 对吧 小生其实 虽然也是偏立战的棋风 但小生还是 我觉得上来会先进行一些 先摆摆造型 对 不是这个直接这个锤子就来了 直接大锤子就抡的那种棋手 对 今天话也是感觉到 有点急于求成 对 是这样子 而且感觉这个格局 现在刚好白旗就给他 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本来我估计小生拦过来的时候 他的预想可能 白旗要在这一带先跟着走 毕竟看上去咱们 黑旗子已经不少了 但是白旗现在又捞了一票以后 那压力就来到了黑旗 对于这块旗的进攻上 如果你不能占一些便宜的话 那你可以感觉到 这盘旗的实控 黑旗可能会有压力 所以现在黑旗跳出 白旗跟着硬之后 黑旗到底要怎么去 追究这颗旗子的问题 说实话 这个下法 反正我肯定不敢下 就正常来说 我觉得反加 或者是一些 类似这样的起 更加的 看起来 一个反挂 或者是这种 像我是会看起来中庸一点 就是实在那个下法 说实话 如果能那么下的话 它白的不是直接就凉了吗 对 就是气势满满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很多旗友们的第一感 包括我们自己下棋 可能你肯定会想到 就是我一跳 你跟着我硬 然后我当头一震 是吧 反正 这个呢 说实话就特别像那个 就是很多 旗友们在实战中 那种就是气势如虹的下法 这里当然我不是说旗友们这个旗下的不对 就是说这种旗很像是那种对吧 平时下棋的一些旗友们 栗战型的旗友们那个下棋的那种风格 你居然还敢不理我 我先给你那个当头一棒 轮进去再说 但是在作为这种事业冠军的层面 一般来说 这种直接无脸的下滑 一般会相对少见一点 因为还是会更多顾忌一点 对方的这个直呼的能力 而且呢 对方如果是都被一震就死了 那你对面做的也不是事业冠军 对 所以说今天真的 我觉得小生有点依反常态路 就是非典型的神仁序感觉 有点 虽然说白的看起来也挺危险的 但是学死可以死不了 其实这里压肯定是能出去了 地方点完之后呢 如果能点到 对 这里可以靠出来 未来这个靠出也是看起来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出头点 但它有可能这边先压做 做那个 准备工作 然后以后搭出去 实在不行 那非出肯定也能出 所以说 正常说如果是 那个攻击的话 应该是往这边偏一路 会感觉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联络完整一些 其实是有一些缺陷的 而且你证完之后 对方这个点 请我们注意 就它这个点 其实 我觉得很明显 点完之后 刚才路说的这个靠出 其实白的真的点了靠 黑的也不知道咋印的 就是感觉这样偏离一路会 感觉是中庸一点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你比较厚 所以我们从咱们的起理角度来讲 就这一块你的包围没有那么完整 就照顾它一下 然后这里比较厚 其实白旗如果只是简单的这样出头 那它刚好也撞到你的后事上 并不是你担心的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时候我们先不动手 就比如说现在这边做一些准备工作 先看看你 比如说我先投食问一下路 加一下看看你是什么情况 我非常的想反击 反击的话 我们会在这边 比如先跟你进行一些战斗 有没有可能 对 就是把这个子先放着 就是做一些余回 余回包抄 这个是我觉得更容易 或者更正常的一个思路 如果是你比如说这样 忍耐的话 那我先挡一下 这个是很舒服的 而且我这个挡呢 肯定是会照顾到这边 这时候我们再来 不管走哪个 对吧 你冲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边先尖一下 我们比如说 这边进行一些战斗 好像这个更像是一个比较 就是相对来说成熟 或者是稳健的下法 但是今天的话 火药味非常的浓 就是我不知道两位发生了什么 直白 其实昨天就很奇怪 昨天的景山 也就吓得 完全不是四年设的时候 那个风采了 今天说实话 深深小深吓得 好像也跟之前的 给我们感觉那种 沉稳的那种风格 特别在布局 对 一些明显的变化 而且说实话 刚才就是这个点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看懂 白的 你要站在这应该会点 实战 实战的话 确实就是点的 那这个时候 到底看黑棋怎么选择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黑棋站 白棋有靠出 那现在黑棋愿不愿意 这样简单的沾呢 他实战没有沾 他选择了一个 先拖一下 缓解一下你这个 把我冲过来的严厉性 然后等到你搬的时候 压住 他还是要在这里 形成一个封锁 这个说实话 就非常的 双方走钢丝了 这个是 霸气是够霸气 但是真的行吗 不知道啊 因为这里拖完之后 其实这个冲还是存在的 虎当然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虎的话 有另外一个问题 其友们 这边拍一下 太痛了 对 因为现在出棋无几 你去打结呢 白了提 没有结 但是这种棋行 其友们一定要慎重啊 这个造型 我们刚才说过嘛 这个棋不是说 你封锁这边 他就死了 他还能从这边靠的嘛 这块棋其实 很难被禁杀掉的 但是脚上这样的话 已经先一塌糊涂了 白了一定会从这边靠 继续寻求藤罗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这么下单压的话 当然好说好了 如果能单压不苦 就两下 其友们 但是你是不是也把我们小米 太放在眼里了 其友们 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个米玉婷 这个 如果是你压 他没有反制手法的话 这个钱就挺漂亮的 对 因为我好像通过一个这个虚晃一枪 然后我完成了封锁 因为以后他在火 其友们你又打不了了 如果他这边攻击完 对 比如说咱们这都定型了 他就可以打下去转身了 对 我可以再打吃你 虎在这 虎在这或者粘住 对 这样的话 当你这块活的时候 这个吃通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保留一下 这非常的凶狠的下巴 如果他虎你打不了 你只能单粘的话 其友们看到这里 就会留下一个巨大的隐患 以后这个连班非常的严厉 你就这样 他会留下一个打结 这就是他严功你 如果你这时候 从那边压出疲于奔命的话 他先把你封锁住 等你做活的时候 他在于虎 你就非常的难受了 这也就是小生的那个 这个 这也就是小生说实话的一个如意算盘 对 当然了 小米米玉婷是不会答应了 我们看 其风凶狠的米玉婷 是的 是怎么样对待你这种花里胡哨的下巴的 我们来看看 对 就其实这个时候 可能其他的风格的骑手 有可能是现在这边 或者这一带做一些准备工作 但是小米的风格是来吧 咱就直接站吧 别找那些没用 我觉得小米米的时候 下骑非常的有气势 其实也是优点 也是缺点 有时候他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容易用力过猛 直接把自己陷进去 但是状态好的时候 他这种直线的攻击的下巴 一个是非常的精彩 过瘾看着 二的话呢 非常的有效 很简单 在他的字典里 我点你 你就得接 你居然敢不接 因为我如果走别的 你就有机会弥补这个事情 你居然 机不可适 在我典里的时候 你还有想 有别的想法 对 那就来吧 那你想多了 就杀吧 对不起了 那就直接把你冲开 对 对吧 在我的字典里 我刺你 你应该只有一个下巴 就是接住 你居然还敢反抗 但这个冲完之后 当我们前面都开玩笑 冲完之后 我们会看到 白了有一个非常顽强的好手 只把这个头给弯住 对 因为看上去 这有个真吃 这里呢 又有一个吃 如果退的话呢 黑的是完全能接受的 他这样一打一打 其实这样打 打打打 这样打也行 就这样的话呢 球门会看到 你在拐吃 其实已经厚手了 他会把这边给照住 不知道怎么照 就这样 因为下边的话呢 肯定黑的是 白的不敢杀黑的 这样的话 就算白鞋能活 黑鞋也是能接受 因为脚上已经 已经拿到便宜了 而且直接反披过来 很舒服 白的还对不起 是的 几块鞋根本就不厚 所以说他扳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手段 很紧凑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先手防住这边 那我这边一立 就把你四个拿下了 对 所以现在扳的时候 黑鞋是 如果你吓这种跳 他直接就立下了 就陆路说的 你这个吃他管 他杀不过白鞋的 大家可以看一眼 对如果你只是这样子 简单的形成一个转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白鞋是非常可观的 这样的话 黑鞋不能满意 黑鞋还要再补一手 对 所以说你 他扳你 你不能够跳 而且你不能够跳的话 他马上要关门吃了 所以你也只有一个下巴 其实和 和米鞋下 其实有时候蛮痛苦的 为什么说蛮痛苦的 他总是不给自己留退路 那就反过来 你也没有退路 他也不给你留退路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你们俩下 其实下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经常会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滑山一条路 那现在呢 黑鞋是搬 对 这个时候其实白鞋 也是面临选择 因为我们搬一下以后 好像白鞋也防住了 但是不一样了 这就被拔通了 对 但这样的话 跟刚刚的效果 天壤就是别的 刚才那个字 没有被提掉 其实我可以直接提 对 就本来是在这 对 我可以白黑的 可以直接提 这样你拐的话 明白 我就不走这个 不一定会挡的 对 对 这个好太多了 这个好太多 所以白鞋不能接受 白鞋一定把这个接住的 接住 白鞋的视角里 非常的清晰 我就AB 这好要杀你 这里我要利死你 这里我要拍断你 白鞋的视角里 根本就没觉得 这个局部 就是你像 你既然不防这个章 我冲过来 我要杀你的 对 就在明玉亭的视角里 他不是说 这个冲完之后 是做活的 他是要反杀你的 对 只有这个时候 黑鞋也很痛苦 如果你这时候进脚 嗯 我先立一下 把他点别立了 万一立不到了 他就先一挖 怎么办 这个直接就外面就 就崩溃了 对 你如果要这两个子 那就被我穿透 先被穿出去了 你脚上再立 啥区 我打你一下 打得这样 你得挺着头 我再立出来 对 你怎么能让我搬这个头 就这样的话 黑鞋是不能接受的 刚才我们看黑的时候 封锁了 现在被穿进去 就黑了的话 但是你也不能下虎 这个虎 这个太一例 你杀不过他 直接就应该是 就再这样子去穿起 这卡住就行 嗯 应该直接就 对吧 没法杀 你如果连 我就简单连 这个肯定杀不过的 对 如果你搬 我就一加 应该是就 搞定了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鞋也要使出一个 苦肉计啊 他要通过一个 抢鞋先手 他就希望沾完 他再搬 对 能把中间先扛住 嗯 对 这个时候白鞋呢 就也是有很多种选择 首先是不能下这啊 起我们注意 这一冲的话 这个里面是杀不过的 对 你如果给你们 交一个经典手机 这个就不是小米了 对 这个就人就没了 起我们 所以这里的话 白鞋跳会被靠 如果猴呢 我就冲完了一肩 所以说这时候白鞋是一定要在这边去走棋的 那我们看实战 他是怎么走的呢 我觉得实战才是米玉亭的风格 他是跳在这儿 就普通的话是连接 但是呢 这个对黑鞋的这四颗子的压迫比较小 他现在 连接的话他就打脚了嘛 你就挖不到了 打他就贴出来 再跟你跟你熬战 对 所以说现在他也不能接受 被你这样子掀手便宜 直接杀你 嗯 双方可以说这里已经没有 马上 这盘棋就没有布局了 就 对 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死我活了 对 因为黑鞋这四个子不能死啊 就咱们是 白鞋脱先了一手 然后我要攻你 我如果这个四个子死了 我太没面子了 那这场战斗 肯定是以黑鞋失败而告终 所以黑鞋呢 也需要先沿自己的气 然后看一看跟你怎么来杀一杀 沿完气之后 那肯定只能是冲了 因为 请问话 这时候再活就不行的 我这个白鞋先接住 这外面被打了 这两个 刚才是这样的 这样是可以的 这两个就放完 这一出就漏了 所以说他这时候不能活 他只能冲 嗯 那冲完 这里面是个白鞋 白鞋接住完 要拐死黑鞋 双方可以说 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嗯 赏米非常自信啊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那个 对吧 坐姿已经有 那个造型出来了 已经有那个范儿出来了 感觉对自己的对杀 非常的自信 对 就是一方面是对格局啊 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形式 他都是很满意 而反观小生 就是一如之前的严俊 所以我们感觉上 这个战斗上 应该双方也都是觉得 白鞋更好下一些 说实话也不知道 是真严俊 假严俊 这个玩意儿 有时候这些高手们 他做一些表情 也是具有一个明显的迷惑性的 嗯 不过彭老师 这个 就是你看现在疫情嘛 就是咱这个对面 看不到 这应该是跟过去不一样 这过去如果咱们下面对面的起 我的每一个表情都影响着你 对对对 但现在我的每一个表情 你也看不见 影响着 以前有很多高手 什么那个各种摇头叹气 其实已经 不是 他是为你摇头的 说你今天你瞎太臭了 是的 你怎么瞎那么臭啊 是的 你还以为你赢多了 然后结果全是那个障眼法 对 是我为你的这个局面而感到惋惜 对对对 现在的话确实是大家坐在这个电脑前的话呢 就是这方面就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你已经对方也看不见你的表情 所以说可能这个表情会更加的真实一点 就是对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 所以我们接受看到好像白旗的谜 会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一点 我觉得说实上这个局面也能理解啊 因为这种乱战本来就是小米最最擅长的一个领域 就是双方就说白了 最好就是别有啥布局 我们拳拳到肉 小米就说我们上来就直接拳击大赛 就别跟我扯那些什么笑吕子笑 对 因为很简单 我把你吃了我就有死笑了 有些攻击手是这样的 你看他下棋 像小米包这种棋 他孤注一掷 对吧 那情况说这边你看黑的很大 重要吗 你这都死了 你肯定没我大 对 对吧 就是我现在下了看起来是投入很大 是损失很大 那不重要 我把只要能把你吃了 就是说这种其他义无反过这种攻击的这种下法会非常的凶狠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粘完之后呢 我们再看起 黑鞋可能就只能这些地方嘛 被打回来就没有用 就实在也是跳下 对 要么就是这 要么就是这 总之要分断 差不多的 这两个大同小异 然后关于下一步 下一步就体现出 他的风格 凶狠的一面了 对 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白棋其实是可以在这块棋的对战当中 其实已经占据了一个优势的身位了 其实我们看到 对 里面的话明显是白棋有五口气 黑的只有四棋 虽然说这里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总体来说黑棋杀气肯定是不容乐观 对 就是这里要提醒一下起 我们就小心啊 黑棋未来他通过这个跑跑跑 他有一天说你这不入气 但是现在不敢先跑完天上有气 对 就是说大概率这样下完 就是我补一个 然后你也补一个 你也这里补一个 或者是这里补一个 就是说其实拐的话 黑的已经是举付全军覆没了 但是呢 黑棋的视角里呢 弃掉之后 由于大本营没有受损 然后还拿一个先手 局势的话呢 比如说我加一加 然后挂挂脚 局势的话应该是一个 比较漫长的一个状态 对 虽然说感觉白的不错 对 因为毕竟白棋在一个 我比较被动的状态 我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但是呢 不够致命 就是说这个棋呢 你还能下 就是在李玉婷的视角里 小米下棋很简单 就是只要有机会 一棍子把你抡死的情况下 就是绝对不会手软 一定是直接上力量把你抡死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他 你看到能吃到脚上六个的情况下呢 他要扩大战果 对 他的意思是我先把你打中 这个地方 你别想一手棋不好 别想让你 你一手棋 就什么跳好 没有这种好事情 对 我先打了场 我们来看一个 我还要 这都是绝对先手 对 我要破坏你的形状 你只能弯 你打不了 这里有一个先手 是你只能弯 我先把你走中之后 我再管 对 他的目的是就是 如果你管出去 他先这样拍一下 然后呢 他直接把你一手给吃痛 这样吃不然那个目数大 而且脚上不用收气 味道也好 然后你 你还得这里 对 你再补一手的话 其实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扶起 我就站出来 直接就从这个根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而且呢脚上会拿到更多的木 因为刚才是要收气的嘛 现在 吃在这个位置就全是木了 脚上会差很多时空 这里主要影响到这边什么挖了弯了这种以后的关子 刚才是黑的收气都先什么 非常的凶狠 最后是说小胜也是不能忍 如果是这么管出去被脚上直接拍死 好像也很没面子 最后就沾上了 沾上之后双方就直接进入到一个超级大型死活体的一个状态 是的 我觉得再次颠覆了我对围棋的认知 我觉得现在下一盘棋太难了 对 黑棋一沾 就正常的逻辑就是因为本身局部收气呢 黑棋也可以选择跳 跳的话就是冲了班 然后看上去呢 这样的话黑棋觉得自己又多交换了一口气 他希望下成这样 这样我可能对这边还 他在拐嘛 就是你至少能要多收三口气了嘛 对 而且这边你也挖不了了 是的 是你去井的原因 至少能插到五目左右 五目或者五目以上 所以说白的这时候你居然还敢沾 我们来看看小米怎么下的 对小米说什么 什么这两块对下 不不不不 你你这里活了吗 对你你搞错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棋马上 你打吃 这是决先 然后白棋直接推车 就是他说我跟你换一个对小对小 我现在的对目标是这块了 咱咱们来比一比啊 我五口气 看看你 你肯定只能顺嘛 对 这个死就怎么下了 这几步是必然的 我给你顺下去之后 就是说我们从肉眼来观测 如果你肩或者任何的班战 我们只只看暑气的角度 你反正只有四口气 对 里面呢 我还有搬回去的余地 现在你根本就管不了里面了 因为你外面这个棋筋要死了 这个棋筋就死了 这般棋直接就可以起地了 对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本来呢 白棋的战果是这个角 就如果这个棋筋死了的话 那连里带完全死了 对 所以说小时这里想便宜 大概五目棋的这个设想呢 遭到了白棋啊 明月亭小米的一个强烈的 一个反击啊 非常非常强烈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头大如走 这个TH的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 就这样TH之后 对黑棋的压力会比白的大得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棋呢 白的是还有退路的 实在不实力不济 你脱困了之后 他至少还有搬一路保底的 他里面至少是不会说禁死的 但是黑棋如果一旦一招不胜 战败的话 战败的话 直接就可以收了 也就是说 韩国队在这些农性杯 直接就可以出局了 就是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起我们这个企业 而且我们看到表情也是 小生非常的严峻嘛 刚才说的 应该我觉得他应该 他没有注意到 他直接往下推 就是我们刚刚看表情 就推下去之后 其实好像小米的这个坐姿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对 就这会儿还算站起 就坐直了一会儿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 自己就是泡杯茶 悠闲的往内靠 靠在那个 对 服衣上 对 他为什么能靠在服衣上呢 其实就是他认为这个战斗 他是比较有利的 对 而且从这个角度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一点什么呢 就是尼玉亭强大的这个攻击能力 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可怕 对 感觉一旦就是落入他擅长这种近身搏斗的话 这个小生现在非常的危险 小生现在首先得搬吧 我们再来看 这里的话他实际上是尖了一下 尖肯定是对的 这个因为不可能搬了 这个被夹死了 所以他一定是尖一下 尖一下之后呢 他断了一下中间 先断一下 这些都是必然要下的嘛 然后糊一下 这一定是要下的 对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 这两块对沙 黑旗气是不够的 那么也就是说 黑旗想要这儿糊 他必须要在外面 去寻找黑旗的 去寻找机会 对 去延气 所以得把你断了 这个是 没有办法 因为他如果加的话呢 可以拍吃 他没有结 这个是全盘没有一个结 就算他刚才不断也没用 对 你如果现在用这个 用这个断的话 就算黑的白的硬 也不行的 是 没有下一枚 再也没有结了 因为你挺的话 我可以提 你这里加不死我 如果你吃的话 全盘没有结了 对 看上去就有一粘 这个粘是带了响的 所以说加是不行的 加不行 他就只能是断了 靠外面的这个 白旗的这个弱点 看看能不能 做一些文章 但感觉上黑旗 还是挺凶险的 看一下断 白旗首先打吃 我们刚刚说 黑旗没有结 这个是白旗 能够打吃到的 对 所以白旗 就是接的 这里不能寻步 不能让 因为退的话 天上一尝 白的就危险了 对 因为你这边 如果一松 这边就是一怪 直接就被压住了 对 所以说这里也是 寸步不能让 它就只能打吃 这话逼迫小生淘 因为它这样尝不了 长得可以把这个提掉 这里拐不死 淘的时候 它先追吃 状况的小 非常非常紧凑 再追吃 下到这里 我以为已经结束了 对 看上去好像 这白旗一虎啊 黑旗 以为已经结束了 我为什么说以为已经结束了 也跟旗友们摆一下 就这个局部呢 就是 如果你逃 就是刚才我是以为啊 已经这个旗 看起来那个 就是黑旗 很危险了吧 因为你逃的时候呢 好像有这么一步旗 如果是我走别的很危险 我贴的话 贴的话好像还不一定 你可以这样贴 其实也一样 然后就如果 大家看这里要加 这里要真 但是呢 白旗有一个 就是我也可以直接走啊 就是我可以这里先直接 这样 对 这个要点 你如果走 我走 这样的话呢 就是旗友们会看到呢 呃 有了这个子之后 这个局部白旗 黑的是杀不掉白旗 你吃出去之后 我有这个子做接应 你这里封不住我 好像是封不住啊 对 给大家看了清楚一点 这样 呃 对 但真的我不太自信 但是我感觉是这样啊 旗友们 嗯 就好像是封不住了 如果你先冲好 我也弯 你再冲好 我就退了 对 看上去这里有一个打了跳架 但是 注意了 对 你自己欠了 欠了气的 所以说 呃 这个时候 这个下巴是不行的 就 对 但通过这个图呢 就能够看出来 如果黑旗这个地方有气的话 好像这个跑也可以跑 就比如说黑旗能够把这里延成 对对对 所以说他实战接不起是好奇嘛 嗯 我们也实战接不起 可能就已经 解释出来这个起 对 实战 呃 实战血 还是我觉得非常的强啊 展现了他的水准 但是这盘 这盘起说实话 我不知道谁下的 更慢一点 那个 我觉得从这个走势啊 从这个 我们小米一直在这个 扶椅上休息的感觉 我觉得肯定是 应该小身用的时间更长 因为我感觉整体就是 之前我们在看到实时画面 应该其实我也有看到啊 就是就是老米的这个状态 还是很舒服啊 然后感觉小身一直在盯着电脑 在思考 所以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小米 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他的这个特写画面 对 我看到了虾条 对 说到农心碑啊 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比赛 其实在疫情之前 每一年都是有这种线下的解说 然后呢会有很多喜爱围棋的小朋友 去现场听大盘讲解 然后听的小朋友呢 就可以拿一大包吃的回家 对 他那个有很多 对 就每次是一个农心大礼包 对 刚才对 镜头是 转过来的时候 我是在看祈福啊 请问 对 非常紧张啊 我确实 这个地方给大家做讲解 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双方 很复杂 非常的复杂 对 刚刚镜头 换 切换的时候 我应该是买人头 对 对 没有在干别的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是拿着这个 来实时的关注棋局的进展啊 对 非常的刺激啊 但说实话 不管怎么样 就是 刚才我们摆到这里之后 下一步棋 也是展现了 我觉得韩国第一的一个水平啊 就是确实这个局势 首先黑席的那十个棋径 绝对绝对不能死到里头 死完这连带的两天 其实都死了 嗯 就他无论如何 不管最后是怎么变化的 他也一定是 呃 要把自己的这个十个棋径 不管用什么方式 一定要救活的 对 救活之后再聊 啊 不管存在多少 因为这十个死了就下不了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十万火箭的情况下 确实他这个棋呢 我们来看到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 职业桃会有这个家嘛 嗯 所以说他 这时候先延气啊 确实 对不起 非常地冷啊 冷冷的杀手 就问你 就是你的应手 如果你想防住我刚刚的手段 你必须要这样子 这样好像扛不住 对 但是你这样子注意了 你本身这个地方 对于这边也有影响 就是这个其他很复杂 就在于黑棋以后 比如这里 可能还可以从这边收起 这脚上怎么 他打吃 他就打吃就可以 对 这个形状 请我们注意了 他是四口气 你们仔细看 他不是三口气 小心哦 你收不进来哦 就是这样之后 一完之后没有二 二是不住的 你必须得回一手 其实他打完之后 他这个打是不损气的 嗯 他还是有四气 请我们大家注意 这是黑棋最大的资本 这样的话 如果你硬拱 感觉就危险了 对 其实你这边气也很紧 打完之后已经报警了 所以说他再逃 估计就要量了 因为黑的就全是先手 是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他现在他走的时候 你是团不上的 嗯 但你也不能脱线啊 脱线他直接一个 一个追身就 就把你干掉了 所以说危机是真难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简单 简单粗暴啊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从上面的话 他这里是连续的追打之后 你就没来 对 这个看 就三气了 加都是没有用的 你一加 现在这种什么后事都是 都是浮云啊 白的死了 连丹里面也死了 所以说千万不能讲这些 讲这些这个花 大局 大局官的双方 就是杀气 所以说这时候呢 白的想团团不了 那就只能后退一步 又不能脱线 所以小米只能后退一步 那后退一步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看 这时候的黑系已经是 其实中间逃的话 好像已经是脱身了 就这时候 黑的其实只是想拿 怎么样能拿到更多的 一个利益的问题了 对 就刚才我们 我们分析过了嘛 本来白系要靠这个妙手 但注意了 这个时候 贴到这个的时候 对 黑系可以单冲 对吧 你现在有妙手 但我一单冲 没有用了 你不能打吃 我一喉 那么我冲完 再打了一跳架 你就进去了 我把这些都贴了 对 我全部贴掉 就是把这一下 这个搬不起了 搬不一段那边 搬不出气了 这样一拍就死了 所以说 只要白的退不住 其实黑的 已经可以把那四个吃了 也就是直接贴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对 白的 如果你贴嘛 或者尖 就不管了 白系应该是只能吃六个子 然后黑的吃四个子 白的再搬脚 白的 因为刚刚我们说 是有退度的 搬脚之后 那个边好像黑的 还是杀不过的 这样的话 总体来说 虽然四个死了 中间提及 但是 敏玉婷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这六个子 是被干掉的 一个状况 损失惨重 非常的惨重 里面也死的 就是 沾死了两片 黑白的 沾死四个子 是能够接受的 对 所以如果简单转换的话 虽然 小生的这部妙手 就缓解了自己 骑金 即将被吃的一个危机 但是整体的局面 肯定也是白骑好下 所以说他还要折腾 我下不骑 真的 我看到这不骑 我就觉得 我觉得真的 不容易 现在下这个竞技比赛 下竞技围棋 真的太累了 对 有竞技围棋 我觉得 或者这些事业冠军们 真的厉害 不是平时怎么练的 是 怎么那么强呀 这个 大家看他走什么 他还要折腾 他又利用了脚上的气节 他这里还要去弄你 哎呦 我就看到这个班 就会感觉 就是很难 所以就是跟这种顶尖的高手 这种世界顶级的高手 就是你就算他可能一不留神 我好像这个工你工的很占上风 但是呢 你真的想击垮他是非常的难 他总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 对对对 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旗 陈出不穷的去 去这个骚扰你 就是 这个感觉一下子 这个看到这种旗啊 就是 头皮发嘛 对 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很危险 就哪怕你是有上风 有优势 但你一招不胜 可能一下子就颠倒了 这个地方 首先的话呢 你不能这边紧不了嘛 就搬不行 你要弯的话 因为刚才我们说 黑的已经能脱身了嘛 那这个搬完之后 你搬不了 这块就死了 对 所以说你只能打 你也不能脱先 他搬过去 所以你只能打 再看到下一步 哎呦 全是陷阱啊 对 我来打吃你了 这个打吃 哎呀 这个什么鬼啊 嗯 这个 好难说呀 这个气 这个气 耳气 我们看到 这个形状 就是 本来呢 大家肯定觉得 我得粘上吧 这个气 对吧 正常来讲 不能粘 对 但如 就是现在 一般来说打吃 你肯定要粘上 但你现在如果粘的话 这里面的气 好像就不太对了 这其实不能粘 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不能粘的话 黑的根本就不从外面收了 他直接收这边了 嗯 你不要看他四气啊 对 你来呀 就白气 你收不上了 就本来我是要 你本来是斑 或者爬的嘛 对 就是他能够这里 延一气啊 我们用斑吧 啊 就扑一下 他扑一下之后 他打下来 啊 黑地王 你吃不住他了 嗯 全是补入器啊 兄 我们看到 如果你后退的话 这也粘不上 如果你后退的话 那我再收 吃就好了 就没了 这个气 白的全军覆没了 大家看吃 他提你 只能提脚 然后再说这个 已经被杀了 连环节啊 兄 这个入不了的 就白气里面死了 你该相信吗 就他 他是如果搬 搬着打着 如果你粘的话 他从那边收 你就没了 兄 是 那这样就逆转了 这盘棋就变成白的 可以起立了 因为脚上两块 连动的全死了 真的步步都是玄机啊 然后这个打吃 但是呢 白的也有一个 绝好的 绝好的手法 这盘棋非常的精彩 咱们给大家介绍了 现在白气 为什么不能粘 我看到这几步期 我看到85跟86 我就觉得我 说实话 我觉得我的退役 是英明的 就真的 给大家做点讲解 工作 做点维持一下 推广一下 做点维持推广 工作是太英明了 球们 就我觉得真的 竞技维持 已经完全不适合 我们这种老同志 对 给大家看一下 他打吃 看似 你接完之后 这里逃不了了 人家根本就不用逃了 直接收起 你两块就死了 而且刚才我再给大家摆一下 爬也不行了 爬的话 他扑完之后 对 这个地方你粘不上了 粘不上以后 会被提下 提下之后 还是五口气 这个地方 非常的 从哪都收不进去 非常神奇 大家看 一要完之后 二不了了 所以说 这个是吃的时候 白气 全部说不粘怎么办 还真有办法 粘的话 这盘气就冲了 这时候我们来告诉你 雨天告诉你怎么办 太精彩了 是的 围棋还能这么下 对 这一步一路到 我说实话 下午出这步棋 不管这盘棋输赢 应该说 我觉得都是 就是发挥出了一个 完美的水准了 就是说 如果这样还赢不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说明两个人 真的是给我们展现了 最顶级其中的面貌 太那个刺激了 太精彩了 其实我们注意 一定是从 这个时候 大家再感受一下 就本来觉得 被白气一路贴下来 是黑气可能 明显不利的一个战斗 但没有想到 从这步拐 然后到搬了这个打吃 黑气处处呢 都是陷阱 而白气呢 也在很快的时间内 识破了对方的意图 然后下得非常的棒 在这里 双方都是朝朝的 一选 下得特别的好 那接下来 黑气怎么办呢 这个陷阱被识破了 因为识破之后 我们要看看为什么 就是说 如果他再走的话 是不行的 我们看到白了 还是可以搬 你吃的时候 他就应接 他现在就这里 是个达尔华 没事的 对 没有问题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再说就不行了 他就应往里锤 你一走 提他提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 就不用想了 你不用去 你不用去 冬老子有劫财的问题 这个该黑的白 不当确实如果黑的体节 白了就不用下了 对 白了先体节 到黑了不用下了 就 一劫定生死 所以说呢 他这个气呢 一路火之后呢 能够顽强的把这个 这个地方气给 给扛住 当然了 黑气也有收获 通过这个巧妙的班吃之后呢 他让你这松了气 说 这个上面多了一口气 这上面多了一口气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对 他现在呢 再回到 诶 他又断了一下 他断一下 你不想这个死 我们来看一看 他断一下 然后吃 对 然后再跑这个 跑这个 刚才我们说天上已经解决不了了 所以就是一个转换 但是呢 这个其实白了只能长 刚才已经给他摆过了 但你长的时候呢 他可以这里提一下 提一下之后 他以后这还能跳 他就不肯死 刚才是这样的嘛 这样已经死尽了嘛 跳就冲死了 他通过这个巧妙的延弃之后呢 就我们看到这个 居然这七个子还没死呢 这个跳味道非常的饿 但是呢 白旗也没办法了 就就这样了 那黑旗这时候呢 只能是把中间四个吃死 然后呢 小米把这个脚上吃回来 对 然后双方这时候 应该说又回到了 最初的那个原点 战斗的将近一百手 好像其又回到了 最初的那个模样 你说这个围棋下的有意思吗 挺精彩的 但是就是下不出来 不是我说下的人 我看的人是贪为关系 当然精彩了 但是下的人 我觉得就会觉得 这个围棋太难了 就其实已经双方下了 无数个妙手了 这地方 电光火石之间 交手无数个回合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原点上 而且这里跳的话呢 我们看到小米扛住 其实这个战也非常的凶险 对 实际上的话黑白系又是一招应对 但是呢 说实话 可不可以再贴 我估计就这样飞 是双方压力都很大 这里的话小生实在没敢出来 我觉得没敢出来也是对的 为什么说是对的呢 就是因为 他刚刚吃了米扁一个推机 显向还生 显之又显的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这个地方说实话 现在心有余悸 这个战能战出来吗 从实战小生的选择来看 他应该是没有信心 有点没信心 我相信这个时候 应该是站在深圳序的角度 我猜测 我觉得已经可能独秒了 因为现在我们是北京时间将近的三点钟 对 也就是说 韩国时间四点钟 如果双方用时均衡 是均进入独秒 还差一点点时间 对 但是从前面的进程来看 明显上是白旗的一个上风的战斗 所以黑旗就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去找 这个地方说实话 你不投入时间秒下的话 我觉得就完全不科学的 对 像刚刚的这种拐 一路搬了再打吃 这种东西你不算 你说你一秒就看到 这是不可能 那完全是不可能 能下出来已经非常不夸张了 能在这种有限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农心杯是每放一个小时一次60秒 这样的用时 其实在世界大赛中是偏短的 那么在有限的时间 能够找到妙手已经非常难了 那现在你说 他再不花时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时间上 我们觉得这盘棋小米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会说 为什么小米会有优势时间 因为这个局部 刚才其实最大的难点在黑棋的这一边 白棋是有提起脚跑底的 实在不行还能下 小生刚才一个失误应该就不在了 所以说 应该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就刚才陆陆说的 应该是我 虽然我们这里看不到 但我觉得应该是小生独秒了 小米还会有一点点保证时间 那这个战斗说实话实在太精彩了 而且下到这里 我估计小米一尖 小生确实不敢沾了 为什么不敢沾呢 因为这个期望 刚才我们看 只要肉眼看 贴完一飞 也看不清谁死谁活 对 而且如果说 关你独秒了 对 我没时间 然后你还有时间想 那我这个犯错的几率太高了 而且呢 不沾的话呢 还有机会 如果沾被推死 跟刚才那个不状态是一样的嘛 对 那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你就不敢 就算了 已经是 不敢那个再拼搏了 就很正常 因为他 那个只能是这样了 然后他就下出了 我刚才给其友们推荐的那部戏 对 就是你这里不是 感觉轻易气了不肯 但沾你也不敢的时候 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问一下 别的地方 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部戏 因为这部戏 确实白的一直也很头痛 大家看到 之前一直残留的这个家 是的 所以下到这儿 其实这盘棋 看上去呢 就是双方眼花缭乱的一番缠斗之后 局面也是比较接近 但感觉上 如果黑棋不敢粘出来的话 那白棋也是不错的 但现在黑棋这么一试应手啊 选择权呢 又来到了白棋 所以白棋 接下来也要考虑 这个地方 我到底是忍一忍呢 还是说 我就以最强硬的姿态来面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棋友们其实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想一想啊 就现在如果是您的话 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适应手 你会怎么选择呢 然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 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局面 好的 我们一会儿回来 好 欢迎回来 那棋友们 我们经过刚刚的一个短暂的休息啊 你觉得就是现在面对我们小生的适应手 你会怎么选呢 那我们来回到这盘棋 来看一下 对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双方精彩的表现 那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呢 如果粘出来 被白棋这个一路追杀啊 就感觉看着特别没有成算 感觉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地方说实话 如果是粘的话 大概率是这么贴 贴完之后 应该是贴两张飞 大概率 这个棋说实话 也不知道死活的 飞了可以往那边自 也挺乱的 非常的乱 但是呢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 鸡盘棋的 就是 时间的视角的 这个 这个织续已经没有时间了 小生没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敢站的 而且呢 小米进步起往下来挺快的 对 非常的自信 也会给到对手 心里 应该说就给唬住了 就 就是说白了 你不敢呀 嗯 因为首先他是主将 他那个再输就没了 第二点的话 这个玩意万一算错了 对 时间也不占优 这个方方面面 然后就 直接就结束了 对 而且读秒的话 就很难再下得那么精准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决定先适应手 现在这边看看 能不能拿点便宜 再做打算 然后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 其后门其实也就是无外乎 反击和忍耐 说实话忍耐也是本手 就忍一忍也是OK的 天上那么厚 对吧 天上那么厚 其实也某种程度 也算人家的先手 一个先手权力 天上全是黑子 在米玉亭的小米 那这可是我们的米玉亭啊 不行 他视角力他没有 来 他那里先弯过一个 先打僵 应该是打僵 他早点弯过一个 然后还在家 然后这时候 你就来吧 又起了一个新战场 对 之前是不能这么下的 之前下的话太损了 但是现在由于中间 全部是铁板的 所以他就这样强行的 立下去之后 跟黑白的战斗 如果是 看开局不行的 这个下法肯定是不行的 就刚开局 我不是刚才推荐的是 肩或者是怎么下的吗 你这样应怼肯定是不行的 就让白的虎 就是 那个也是大损的 天上 但是现在没关系 现在因为虎的话没有用 白黑的出去之后 白的自己还没活 所以这也是现在 最凶狠的下法 搬他就拖 对 跟你决一词 这样 我觉得看到这几部 应该是 那个 怎么说呢 应该是小生也是觉得 局势有一点吃紧吧 是的 不过下一步棋 我觉得小米是真的狠 就这个时候 感觉上黑气质比较多 就总感觉是 往中间走 对对对 这样因为 如果你在断我 我从这边尝 就感觉上 你如果靠打吃我一下的话 你这很损 但你如果 就是斑我还可以争 就这样的话 我这个段没有那么明显 但我们看一下 小米的风格是说 你这有木啊 来 进来 这样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双刃剑 就是他 他其实可能有两层考虑 就是第一层呢 就是他觉得那个虎 进去有木 第二层的话呢 其实我们更深一层的 来思考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呢 就是如果你火 和白来黑的 正常不能断了 会搬起来 那你正常会去这里补齐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如果下成这个样子 下不齐黑的 就没有齐可以下了 就只能 是吧 因为这里的战果 其实非常的微弱 有限 因为虽然破坏了 和白齐的边 也拿到了一些边控 但是中间也垮了 中间的潜力 也是全部都垮了 本来中间黑齐有很大的潜力了 就这样算上来 基本上我觉得收益 比较微弱 比如说之前的话 如果我们考虑到加进加的时候 小生就觉得形势是有点吃紧的 那这时候当白齐把这个地方安定好了之后 而且问题就出现了 那 对吧 对 那黑的没有齐下了 他这里也不能再去普通手脚 那他会下什么呢 他只能下 闭着眼睛下这个了 我觉得可能这时候的小米 已经可能某种程度上 感觉到这个粘出来 他未必伤得死了 只要我们当时刚才没仔细办 因为李玉婷是有时间算的 对 对吧 如果被迫 对方没有退路了 只能去粘这个 而且又粘不死 杀不死的话 他也是很 那不是把自己坑了吗 对 有担心的 因为你不能指望着老觉得对方 独秒不敢粘 不是 就如果白黑的是能收控的 他可能不会去粘 如果这时候是没搞到东西 明白了就不行了 那人家就 等于是就是 粘不粘都得粘了吗 拼一枪吗 对吧 万一拼一枪 那个确实也杀不死 那不是把自己害了吗 所以我觉得接不起 可能是不是这边已经感觉到有压力了 是的 就是再下一个什么呢 再下一个这个空城剂 再下一个炸弧 就是说 这时候 我这边用你来断 断完之后呢 我肯定谋出点损失 损失完之后呢 你怎么就拿便宜了吗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诱敌之计 你拿到便宜之后 对吧 你不心里 你空就追上我点了 追上我点 你就不会粘了 所以这是个心理 你就没有勇气粘了吗 没有勇气粘了 我也不 我就这么挂着 我就撑住了 我这样我撑住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形式我也没那么好了 我就硬撑 撑的话呢 你就心里就发虚 就大家不要觉得我说的是故事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刚才那个下法 我觉得真的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对完之后 他没有活路了 他可能就只能去粘 我们来看看他实战嘛 他先把这三个送了 如果这盘就赢了 我觉得这个虎是胜着 就是一个起到了吸引对方的 因为刚才修学的时候 我去看这个粘 根本就看不清 刚才跳完之后把他贴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杀 很有可能是能活的 他这样之后呢 你看似这个局部 我明显是亏损了 肯定亏了嘛 这三个被吞了 还得后手去补活 而且这个起也没有用的 大家自己看 这个贴不出来的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这里挖死了 这也是个障眼法 今天的话也没用 会被挤住 也就是白黑的 只需要把这个先哏一下 防止你就是给大家看看 有一个这个 对 其实天不出来 天我哏的时候也来得及 对 就是说你只要别注意自己气挤 然后被 对 只要提前挤一下就行 其实挤也是先手 那他提前挤一下也没什么错 因为反正那部起也没用 对 他只要挤掉 所以白了得手脚上去 这时候呢 这是个后手 那是个后手之后呢 对吧 你是不是就有底气了 小生会现在觉得 中国的空也挺大 我很大 那我还沾吗 他就没敢沾 对 没敢沾呢 这底很有意思去 然后他没敢沾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对 他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心理 就是你看 我现在直接沾我不行 我多个援军 你是不是得缩回去 他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气势上已经弱了 我吓唬一下你 对 你如果补嘛 那我有点收获 我搬完之后 随便弄点收获 我就去收歪了 对 结果你说小米呢 我觉得双方这个地方 斗志都有很有意思 是 特别是双方已经马上进入 独秒的情况下 你说小米秒立了一个 这一秒立呢 心态又有点 小生我觉得整个心态就崩了 对 因为看上去呢 我碰到一下 正常来讲 对我这个粘出来 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也不一定仔细看 他靠这个线 首先你只能懂这个 他就不用贴了 他现在还是用肥 他单肥 那就差不多了 至少肉眼上 你也看不出你什么 就大家不要去说 老师这个地方粘出来 真的不一定死的 他不敢粘的呀 哎呀 我这里送给你了 你怎么还会粘吗 因为你这种觉得局势是能收了 对 就比如说这个心态就很微妙 比如我收 我觉得我差一点点 但是呢 我还有希望 但是我跑呢 就万一我一看不错就结束 而且你下那么快 我也没时间验算 这个到底能不能粘出来 万一死了不就结束了吗 这些时候他大概率 他是不会去跑的 是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 我觉得这盘棋 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就是完全把小生的心态全部捏死了 你看下一步嘛 嗯 他碰其实还是损脚的 最后也没敢走 表生就走这了 对 就是 其实就是送三个的功劳 如果刚才那棋 正常虎完就 就回这三个子 那黑的肯定 碰到我就碰到不会碰了 直接就是拼命了 因为没法下了 这个棋 对 只能是磨命了 所以这一连串 大家不要看 看似好像白棋这里 损失了一些空 但是呢 我觉得在心态上 这个小生现在非常的犹豫 嗯 像这个坚重 那既然你已经 这时候都不接了 其实我们不可能补的 我觉得下部棋肯定是对的 嗯 就这里不需要计算的 就是有些其他们会说 老师我们看这个 现在AI说 比如说 AI说这个粘穿不死 那人他这时候他都没粘 对 你要揣测对方的心理 他这不可能去 算也不往那算的 嗯 对吧 这就是空神记 他也不 他也一定中记了 你们对吧 人的话 而且接盘棋 他没有时间验算 请我们注意 他是龙心碑 如果是别的世界大赛 这个想法是不行的 嗯 因为对方可以通过验算 参考 算准这个粘行不行之后 那个 一曲垂定音 但是呢 这是龙心碑 请我们因为一个小时 双方早就应该就没了 这个保留时间 是的 他只能是一分钟一步 而且还没有延时 对吧 一看你这个气势如虹 肯定是不敢动手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觉得米玉庭 小米是得分的 是的 但得完分之后好不好 也不知道 因为但是呢 我们这里都是站在 他的视角说的 从另外的视角说呢 这里确实是损了 应该不如虎天上 对 所以就是咱们一直说围棋是取舍嘛 就你从这个地方 你心理上就是防止了人家 就是从那种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跟你搏命 但是你确实也付出了一些时空的代价 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的差距应该也是非常微弱的 嗯 也就是为什么黑的会去 大家我们看实战啊 会去上面比较新销一个之后 才编慢慢下的一个底气 因为他这里确实拿到了一些时空 就是说双方这时候战局应该还是非常的白热化的 是的 我反正数了一下 如果粘不出来 这块大概有40多亩 然后那个脚上大概20亩 60多 中间有一个 有个五六亩 大概70不到一点 黑系的话呢 整个下边这块 对 有大概30多木齐 不到40吧 因为这四个是死的嘛 因为这个口没兜上 稍微要欠一点 40左右吧 然后这边的话呢 如果算这三个子是十几目 这边呢 边控是至少20目以上 已经30多目了 加40目吧 黑的已经70多底控了 就算这里被你破一点也70多 如果你出不来的话 黑的已经过80了 只要肉眼上看呢 这个棋是一个70多对80的一个 完全有胜负 就是还是 对对对 双方应该差距会非常微弱 对 所以说真的是 刚刚我们休息的时候 还在跟彭老师说 就是其实像有的时候 你一盘棋能够下出这种妙手 很可能你凭借着一个妙手 可能这盘棋就差不多了 但这盘棋就是双方 你来我往这种妙手之间的抵消 高质量的对局 就到现在其实真正 局面应该 就是就算你没有电脑 没有AI的这种判断 应该也能感觉到是一个军事 而且双方差距会非常小 这说实话就非常的不科学 刚才我跟彭老师聊过这个话题 正常来说 你一盘棋下过超过两个这种 刚才我们说这种收起景气的这种 绝妙的妙手 一个你说说不准对吧 对方躲过去了 两个以上正常就结束了 对方应该已经就一般的选手已经没了 早就没了 就是你包括小米下出最后 或者小生刚刚下出这种气 就是正常已经早就顶不住了 就管完什么吃 正常已经就崩了 但是呢 他们两个现在下到现在居然 不但没有崩溃 而且连优势都没怎么有 对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就是说实话实在水平太高了 真的 这盘棋的质量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到现在啊 就是就很有意思的 就是白棋现在撑 就是黑棋也不敢跑 然后我跟你慢慢收扣 但居然这盘棋 我们在实控的角度上 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接下来呢 白棋也依然很 就是积极 他选择在这里先骚扰一下 这个很正常 因为读秒的情况 他刚其实是没有数清输赢的 就是他这里继续进行那个骚扰 我觉得非常正常 而且呢 大家不要去电力这个街了 小生不敢接的 他摸透了 已经是默认他接不了了 这盘棋都不会接的 你就大家放心好了 因为他接 他不可能像这两步的 他不可能像接和这个拆边的 就不用动那个脑子了 对 就是肯定是不补的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下一步 这里要虎出来 要贴出来 所以黑鞋也只能是 补 因为这里跳出去没有意义 首先白棋可能跳之后 那块其实两个眼 天上有一个铁眼 下面是破不掉的 对 这样的话这个贴还是和虎还是存在的 所以黑鞋缩回去应该是正常的 这样的话白棋蹭蹭追击 我们来看一下 先搭一下 这个是先手 刚才说过的 然后继续的联络自己 因为这首棋不仅能是跟自己有一个联络 同时这首他也希望把你这个子留下 把这个子给吞进去 对 吞进去之后呢 双方应该 回到了 收官了 对 非常的精彩 然后拐 对 这个时候虽然上方的实控有价值 但注意了 这里再被黑鞋一贴 要完你肯定要救自己兄弟了 你不能让自己就无几而中了 下面的损失 这个是难以 这个两全的 就是整个这样子 我看到 下到这里 感觉说实话 我没仔细点 这都先 这应该也是打僵了 148决限 然后补一个 中间 那这个就放了 就编到编就放了 嗯 说实话 感觉是白的 因为这里白白省了一手 而且特别是在小生想给自己找一个面子的情况下 依然被秒递了 说实话 这个棋下的挺挺有意思的 小生其实已经心虚了 嗯 就是去靠了一个 到今天那个部也没补 所以那部棋如果没补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黑的 呃 实控是有一点问题的 嗯 小米应该下的非常的撑嘛 对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候能买 那从这个进程上来看 应该是白棋不错的 对 就如果是简单的收啊 就是中间全都让白棋特别舒服的话 现在其实黑棋 因为他等于把这手棋挪到这儿了嘛 嗯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黑棋有可能去利用 比如说白棋这里还是有一些头绪的 不管我是从这过来 或者是我把你冲断等等 就是这里黑棋肯定还是想做一点的 你知道吗 冲断我们来可以来看一看 冲断的话白的应该是接住或者是打 我打了虎那也行 我这边没有什么手段 这边应该问题不大 你将杀命跳这个 感觉问题不大 对 这样 那我能不能先靠一靠 靠再说了 我再给你 靠再说了 要不就去街上 就是感觉这里 小一个字 问题不是特别大 护舟就照住了 不 你也虚的呀 就是因为这时候都不秒了 你们不用想了就下的那么完美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比胆量了 就是主要是黑棋的视角里 他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 他很容易那个这个不敢中手的 而且呢 我们是站在一个对旁观者的角度去点目 对吧 慢慢判断 说实话 现在都没有完全点清就个棋 到底谁优势 对 他们又一分钟又要想棋 又要去判断形式 而且各种没定型 就说的那个正常一点 就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优势还是劣势 所以说很多棋 他只能是下一步看一步 那下一步看一步 在这种压迫下 他只能是尽量选择一些 看得见的 看得清的棋 是的 人无完人啊 所以也不用神话别人对手 就这时候他下一些 小城下一些就是普通的棋 太正常了 对 而且你要考虑他其实从很早开始 基本上后来看了一下 他大概从这步检之后开始 他一直是处于60秒 必须要做一个决断 对 就不管多复杂局面 他60秒之内都要下一个棋 不下棋就攀附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难说 他比如说对于这种复杂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说这盘棋 是为假的用事 三个小时 那他肯定抱着脑袋算嘛 就是我能不能这样 如果为假用事 这步不能立的 对 这个有点太 这步绝对不能立的 这种空城剂上去就没了 人家抱着头想 想半个小时 直接一站出来 人没了 是的 也就是农心悲了 我觉得小米这个 拿捏住对方的心理 用一招满天过海是可以的 是的 那个慢棋是不能满天过海 你一例人家肯定那个闷头死算了 发现沾里旧杀不死 一站出来直接就垮了 这个棋 所以说 接盘棋下到这里 我们看他实战也是选择了一个妥协 就是收关了 贴下来定性收关 对 说实话感觉 接盘棋有机会 对 小米加油 小米的这个 而且整个气势还在 就是企业下的比较硬朗 没有退让的迹象 对 搬住 搬的话 你看全部撑满了 断的话是担心他 这个打尺板 打了之后 这是总拿不着 尖回吗 不知道 哪个拐回 应该不是 如果是拐的话 他搬一下 应该不会 应该不是怕这个 应该不是怕这个 那怕什么呢 会不会我 怕他扳 先打一下 嗯 扳好像挺难心的 如果我就挡住的话 那我就先手 沾或者护来 我就从这边断掉 打吃的话 好像这个不一定回得了了 可能打来之后 可能直接被冲断了 嗯 就是来不及 说下来这里味道很坏 不一定杀得死黑气 嗯 因为我先断了你嘛 你这里去哼 非常紧 所以说他先搬 好像是对的 先搬的这个先手 嗯 先搬白的黑的挡 他吃 虽然好像时空 被打拔有点醒 那么也没有办法 赶紧得补这个断 嗯 刚刚这一冲到 好像要漏了 嗯 是 因为刚刚我看确实 如果你不叫吃着黑气的话 黑气可能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哪怕单贴 好像这边 白气的气也挺紧的 所以他实际上 还是比较严谨的一个下法 就走完了 然后这时候 白气也是面临选择 其实他有拐吃 也有补在这 补在这感觉味道好一点 补在这还有多 对 所以他是补在外面 补在外面 然后这时候 这样黑气可以打拔一下 先手打拔一下 嗯 这是黑气的权利 嗯 然后黑的再挤一下 朝线上 对 哇 这个挤感觉也 好像他还在追究 你这边 这边 感觉味道很坏 很坏啊 非常坏啊 这里 我是感觉 说实话下部气能像吗 哎呀 这里真的是一盘棋 真的是太难了 今天已经感感感感了很多次 感觉挤啊 这种棋啊 就是我呃 我只能跟大家说一个经验啊 就是人家凑上去给你一个特别 人家脸凑上去 如果你能打吃 人家为什么要凑这个脸呢 对不对吗 嗯 那肯定是正常不能不能走的 虽然可能只能接啊 就这地方就是从逻辑推理来说 要不然他凑脸干嘛 被你打不是 对吧 这不是很业余的一部棋吗 嗯 一定是这里有有有有问题啊 就这个棋哎呦 下部棋我就感觉很悬了 对因为我感觉 我现在在顶叮这个实实的情况 因为我看挤上去的时候 白棋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打吃了 但是这部打吃 对 说实话啊 这个棋 呃 就不是我事后诸葛梁 我其实是没有算这边的 哦 我在看老米的表情好像摇了摇头 不就不 这个棋说实话 请我们这个 有些棋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如果作为一个老选手 嗯 经验丰富 有经验了 你是要靠推理一下 而且就这样首先你算不了的 嗯 你也没时间算打成不成立 但是你推理嘛 如果对手挤你打他脸 那他在如果啊 就如果什么起都没有 那他为什么不飞呢 他为什么要让你打他脸呢 其实他飞你 对吧 那他直接挤就只有一个意图 就是你不能打 他觉得你打他里面有东西 所以说你应该第一时间 这里不是说 那你应该第一时间先打之前算一算 检查 检查一下这个局部有没有棋啊 如果没棋你打当OK了 如果有棋那你不就躲过一截吗 人家几棋本来也是人家权利 而且棋没什么用的 本来就这样的 哎呦这个 感觉很很替小米担心 因为我这边 是他还有时间吗 应该是还有一点保留时间 对因为我看那个黑棋打完之后 我这边觉得白棋想的时间 如果是没怎么算打上去 这个真的挺不应该的 你想人家怎么可能在这个局面下 抽你去打脸嘛 就是 对吧 你对面做的是那个韩国第一 又不是说白了 又不是普通的那些棋友们 对吧 又不是一些职位什么 那个段位的棋友们 对吧 他有时候不会下了回去 下损棋 那你对面做了这样一个高手 他怎么可能 哎呦 这个 是的 你至少应该验算 如果其实我们算不清怎么办 算不清说实话 你宁可退一步 因为打本身 说实话 就算人家帮棋 你也打不过 也得接的 其实数得非常有限 凡不可能接嘛 至少是做结嘛 做结其实你这个结 不可能打得赢 对吧 就这个就算了嘛 就是哎呦这个 对啊 因为现在我 我觉得这个走势特别不好 就是首先 白棋 就是实战是吃完这个以后 黑棋打完这以后 我感觉已经少了两三分钟 就说明他有时间 他动不了了 他这里被人家冲滑了 这只能提 大家吃 哎呦这个 这只一打吃 他来不及了 这个吃 如果吃这个 人家把它提了 提了 你提 他在粘住 这里 是结是吧 这里不 我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 我粘 对 他这里不一定行啊 那这边 白黑的可能有结吧 我还可以转那边 就乱了 这样就 不是他转这边嘛 我不知道他铺还 冲不知道行不行 冲感觉也还可以 肯定是可以的 冲在床上装一气 感觉白的很危险了 这个气 铺感觉也可以吧 但铺完冲就不时间了 对 先冲吧 要不先冲 感觉已经算不清了 这个 如果你沾 我提 你的结只有这一枚吧 你有这 不行啊 这个 这个是结吗 可以是结 我也有一枚 我有一枚 那我还有一枚啊 那我这枚可不可以 你这一枚 我里面那枚是不是呢 我那个 吃你那个脚 这个哪算得起吗 我的天哪 这个 这个转换是吧 就把我这儿吃了 不是我 对啊 你直接这样吃 这样吃也行 我那个应该是结吧 那个脚全死了 我如果那个是结 你肯定不行了 对 如果这边是结 那脚没了已经 这个提进去就打结了 他已经打不着了 这个棋 哎呦 这个太 我如果现在打 打不着了 先打行不行 打可能直接就被转换了 比如我这个时候打 你打我的时候 我就打你能打 你应该打不着了 这个时候 打着不死了吗 打着 打人家直接就不要了 估计 就是这样转换 这个可能比那个大 挑下来全死了 哎呀 这个太大了 那个才才多少吗 那个不到四十目 这肯定不能转换 我们光死了 就死了二十多了 就就 至少这边五十目 嗯 他打的时候 已经打不着那一下了 哎呀 这个 哎呀 这个 对 对 不 这种棋 你一定要算的 就这个太炒算了 球 对吧 你一定要验算的 说实话 如果验算不清 这种低感 你只能接的 是的 因为你 因为你本身 这部棋 说实话 就算人家撑这个 你也得接回来的 打着一下 其实非常有限 便宜的 非常非常有限 哎 我发现 现在好像有一个 什么情况 是 这个棋 刚刚 我刚刚看到镜头里 还有工作人员 就可能 又 有一点 小情况 现在 有什么情况 不知道是 对 我们等到 那个我们导播 会帮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小米的时间 也不像是能够 就是一直想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现在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四五分钟 是不是他那个 网络的 对 感觉 因为双方 看到两个棋 但是下到这一步 是肯定的 对 就是我们很不情愿 哎呀 这个太 对 太不想看到这部棋了 刚才就只能 那么打结了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拔一下 我们等待一下 他们处理这个问题 对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了 没有退路了 是吧 我只能要不是认怂 认怂 那在干嘛 我认怂 这个被 我想 如果我一沾 你是不是还能打吃 我居然不打吗 我冲回来 但是你打吃 我我咋办呢 打吃我 我好像直接没了 直接崩了 那我只能吃这个 那吃这个 这个被拔了 我受不了 受不了 我这部打吃 这个受不了 这部打吃 这样被轰了 受不了 是的 这个被轰了 整个人都都不好了 对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我们也是刚好跟 就是一直在跟着 他们的这个局面 这个不是等于是 白送了 对 多少空 虽然说有可能 冷静下来 这个棋还是很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从心态上 你为什么 这个时候想一想呢 对 对局者的心力就 很痛苦 不是 看到这种棋 真的挺心痛的 我觉得不管是 就现在发生了什么 就是 嗯 这种拍吃真的 你一定要谨慎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是 据导播了解的话 是现场出了一点小情况 然后比赛暂停 然后两位棋手呢 也是短暂的跟工作人员 沟通一下之后 都回到了屏幕前啊 继续看着这个棋局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 应该是网络有点那个 对 但我觉得现在说实话 稍微的 我觉得给白棋一点 缓冲的时间也挺好的 不然我觉得这种冲击下 我不知道他该怎么选 当然如果时间能回到几的时候 就是让他再多想一下 这个说实话 就是一个职业事务 如果是他先打掉 好像也没事 找到他把这个捶掉 这就是咱们职业骑手 有的时候就喜欢暴流 这种地方 就是打掉他怎么了 是不是 就是捶掉再捶嘛 好像也没事啊 对吧 对 那就是习惯上好像 就在这个瞬间 捶不着了那下 是的 是这样 如果先捶掉 好像就没事了 对 那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棋盘上的局面 是下到 白棋一打吃 给黑棋断吃罩的时候 突然发现 现在白棋就是两种 要么就是吃这个缩回来 要么就是吃这个 被提这个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 小米不能接受 提两个应该不行 就是只能是 你说的那个缩回去 提两个明显亏损巨大 我们这里 黑棋光吃就吃到25了 就回不计其数的木 将近 只要救回了30多木 已经60木了 那边不可能有60木了 好的 10个子才25 那中间也就40多一点 是的 两个肯定不能被提 提的就输了 是的 然后我们了解到了 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根据 因为我们这次比赛 肯定都有摄像头 在记录着实时的画面 然后我们的小米 在读秒读到9的时候 这个软件的原因 它点不上去了 所以现在就是 双方是暂停 然后了解一下 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 然后两位棋手 也看到离席了 所以今天这盘棋真的不仅是棋局的内容上 跌宕起伏特别精彩 然后棋盘外我们也遇上了一个小情况 小情况我们不管它了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棋 真的人家把脸凑上来 而且这个局势说实话 之前应该能感觉到 还得至少是不差的 稍战上风 你自己也能感觉到吗 因为你吓得很纯 对方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在这种时候出这种漏子 哎呀 这个 真的我觉得就是 你任何时候 你都不能放松警惕 特别是你对面坐着像 深圳序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时候 对吧 你怎么能 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小米最重要的是先心情冷静下来 因为他肯定知道自己本身的状况 就是棋局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一个失误之后 如果缩住或者尖打掉 可能感觉白的形式是稍优的 对吧 所以现在我觉得白起最重要的就是 先就是心理上先平复掉这种很可惜的感觉 然后不要再懊恼自己的失误 然后冷静的看现在这个局面下 到底怎么继续 就这盘棋可能 怎么止损的问题 对 就是如何止损 现在对于白起来讲就是冷静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时间 对于小米来说也还不错 就是能够先再想一想 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盘棋真的 还很不一定 当然黑起其实等待了很久 终于是在这个地方抓住了白起的一个气紧的一个小毛病 我这个说实话 这种失误很伤人 就是你 其实肯定能看见的 不难 你想前面那么复杂的堆杀呀 打吃呀 刀虎啊 这个都看到了 情绪上心态上有点放松这时候 对 但是说实话这种拖刀剂 我说的严重一点 真的我觉得 他这种拖刀剂 其实你仔细想想 就是你甚至不算你都能想到的 他不能吃嘛 对吧 所以说怎么那么冲动呢 因为对手不可能上去被你打脸的嘛 就是那他正常收 他不可能挤在这个位置的去 是的 对吧 就是那被你打脸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诱你去打脸的吗 就鼓手那种拖刀剂嘛 对吧 炸败 然后回身一刀 然后以为不行了 然后你追上去 对吧 那个速度 那个杀不下的车 他人家回身一刀 你防不住了 就很简单的一个计谋 但是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你就今晚就先不说输赢了 对吧 像包括前几天杨连心输给小生的那种 对 也很可惜 也是到最最后了 就你总是在这种最后时刻出 哎呀 这个其实挺尴尬的 我觉得你说这般期不管结局如何 如果沾完输了 那我们没话可说嘛 对吧 本来也不够了 如果沾完是赢的 哎呀 这个小米现在都怎么收场嘛 是的 好像只能先吃 吃完抠吃的时候 可能只能放了 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从现在这个局面 因为已经下到这样了 这样了 我们帮白旗看一看 就是你现在两种解决方案 要么吃这个 要么吃这个 但我们觉得吃这个 被这两个提掉 损失太大了 随时吃这个 那就再来一遍 是这样 打吃 然后打吃 这都是必然的 然后在打这个的时候 白旗就别去了 白旗 回来 是回来的 这样黑旗提掉 白旗在从长记忆 哎呀 这个真的 这个确实心理上还是 心太疯了 然后要不就走这边 要不收收别的吧 我觉得不在中间下 我可能心理上还好一点 要不收这个 对 这边赶紧飞一个 但人家可以先飞一下 对 就如果说这个地方 黑旗其实现在也很大 如果人家飞掉 你也飞不进去了 对 就可能就逆一个 逆收一个 这样可能 如果人家先飞掉 就没办法了 对 对 那个飞挺大的 你说好多空 是 但彭老师 我也在想 就是说 现在主要 刚刚不知道 到底是 刚刚说的是 这个软件的原因 所以说 这属于一个客观的 冷冰冰的 第三方的问题 那么现在 对于两位对局者来说 就是这个棋局 如果继续恢复呢 也感觉好像哪里 也不是很 就应该也 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一些 争议的地方 然后如果说不恢复 不管恢不恢复 其实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你不用去带情绪 就是说 其实就是 你之前规则怎么写的 当这种 飞到这种情况 对 如果是你没 你没下超时 那无话恶说 对吧 如果是我下了 点不上去 确实因为有视频会看的 我一直在点点不上去 那你是怎么写的 这个事情 如果规则写的 他比如点不上去 那是恢复到 这个地方重新下的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争议 就是我觉得一切的话 像这种类似的事情 大家不用去 就是打口水仗 就是你对我错什么什么 没有意义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种事情呢 你就看规定是怎么写的 因为他一定会涉及到 类似网络比赛 出现这种情况 他是怎么判定的 比如说如果打个比方 他判定的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 只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 没点的一方就有问题 算你那 都算你的锅 那就算你的锅 对吧 因为双方几率是均等的 就看之前怎么写 如果写的是这个 那如果没有写到 不可能没写到 不可能没写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没写到 这个太夸张了 不可能 因为你像网络比赛 一定有两种情况了 一种是你 比如说你超时了怎么判 一种是超时 但是不是你主观超时 是你比如说确实 八九时候 没摁上去 因为视频是可以回看的 你如果八 比如说你下子了 或九下子了 那地方鼠标 一定是点在那个位置的 对不对 然后你点点点没点上 然后那边爆超时了 对吧 就是他因为他是有视频 那个无死角的 这个可以回看的 所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看你之前怎么判了 这个事情 如果是判 那个系统的这个事情 是没有关系的 那就重新下来 接着下来 就这个地方接着下来 对吧 如果是判 那个系统的 这个出现失误 对吧 你这个人也是要背锅 那就背呗 因为双方式均等 我觉得这种事情 大家不用 带情绪 就看他归程怎么写 那就完了 因为在这个事情 没有发生之前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均等的纪律 就不存在不公平 就哪怕这个规定 有点小瑕疵 但其实是对双方 双方之前都是公平的 是的 那彭老师 现在据我们这边 得到消息 就是确实 现在中韩两方 正在去讨论 这盘棋的一个 处理情况和结果 然后很有可能 这盘棋 目前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那如果就是以 现在我们给大家回到 就是棋盘 下到的是这步棋 那以这个节点的话 如果彭老师 你来总结 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盘棋 你的感受 你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些点 说实话 你下到这步棋 应该是下到这步棋 对 下到就是黑漆棋 下到这步棋 说实话 你这个地方没有看见 被别人这里偷袭了 不管这个结局如何 继续下 说实话 这个棋应该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我算没有仔细瞬过 因为中间已经要垮了 那个情绪还受到影响 对吧 这个棋说实话 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对 你如果说吃之前 你还觉得会有点遗憾 可能说一下 应该是稍优 对吧 那你已经吃上去了 这个事物已经 得是已经注成大错的情况下 说实话 不管最后是怎么样 一个判定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遗憾吧 就是 因为本身你这个局部 现在已经收拾不了了 对吧 事实就已经处理不了了 人家这个吃已经防不住了 对吧 所以说 不管是最后 怎么判吧 对 那如果从这盘棋 一开始的整个格局的话 彭老师感觉 就是从比如说布局 然后到这个战斗 其实这盘棋 应该一个很大的焦点 都是在从黑棋震之后 就双方从这步冲断开始 就引发了一个 超级连锁的一个大战斗 其实我想 更想说的就是 其实已经不是一次出现 类似这种 这种 类似的这种失误了 总是在这个 我们感觉 占据一定的上风 甚至是顺风满凡的时候 出现一些这种 就是让人很着急的一些失误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一定要一起注意了 就是特别是跟深深去下 当我们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或者说发挥的非常出色的时候 后面这些棋该怎么下 特别是思路上 应该怎么样去思考 对吧 就是总是这样很伤人的 我就是我的感觉 其实说实话 你没下这一步之前 我觉得发挥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从白棋的整盘起来 我感觉沾上应该是 白的形式还可以 要不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的一个 就比如说白棋现在如果沾 黑棋正常的收一收 这里飞一下 然后什么搬就搬住 黑棋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 因为这张不知道怎么收 如果是正常比较吃一个之类的 有一个这个的手段 白的把它弃了 但这个可能黑的有点灰 对不知道是吃这个 还是这边能不能收一下 然后可以白的那边拱一拱 感觉白的这个棋是不输的 就拱一拱一 拱完之后 然后把中间围一围 或者把这个贴下来 就最后看 因为黑棋这里 大概有五十木 然后那边大概有四十木 大概四十木不到 也就是说两块棋 大概不到九十木 白棋这块刚刚我数了 已经接近六十木起了 一二三四五 十十二个字 二十四嘛 二十三 五六 已经六十木 六十木那个角是二十木 八十木 黑的白的八十五六木 该白的下 应该是黑白的小剩 如果中间不出什么幺蛾子的话 因为你吃这个也不算坏题 就算吃的稍微好一点 白的脚能这里先冲几下 然后然后时候 感觉好像是小剩的 如果你顶着挡住 把这个救回来 其实差别很小的 对吧 比你挡住之后什么 对吧 把这两个救回来就好了 这两个也有十几木 所以感觉这时候 说一下应该是小剩的 如果不出什么大问题 这里应该没什么起 我刚才看了半天 是的 白的大概有八十五五左右 黑棋应该是不到九十木 大概我感觉有两木左右的优势 应该两到三木的优势 对就等于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然后就算该黑棋下的话 但是因为关子不是特别多了 所以说可能是一个微弱的优势 但是白棋随着棋局慢慢变小 很有可能这盘棋就是我们的小米 您的希望挺大的 对 帮助中国队战胜一个强敌 就是这样 至少希望比较大吧 我们不能说一定 对 就是很有希望 然后如果说今天能够就是拿下的话 那其实我们之后如果说以小米这个状态 然后再加上柯杰去迎战日本的两位棋手 那相对来说胜算也是比较大的 但现在这盘棋呢 那吃完了我说实话 我觉得下到这里先不说拔进去之后 双方现在形势怎么样 就从这个走势来看 如果就算不出事故 正常被拔进去 应该这盘棋大概率也差不多 也是凶多几少 因为这个损失太大了 这个心情怎么贫富 白白掉了十几目 什么都没捞着 对 因为再给大家就是对比一下 因为等于说现在这个局面 白棋什么都来不及以后 你现在这个子都没什么用 就相对来说 就等于说你不走 其实黑棋也就是提一个子 那你说现在我提完了 这颗棋子你说它到底有多少用 就真的很不明显 所以确实白棋自己的心理上 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拖先他也是这样吃进来的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说个这个 然后你吃我就可以贴这个 对对对对 所以确实这个时候 是有点扛不住的 这部棋没有用的 对吧 你如果这时候还能下 只能说你前面肯定是银棋 对 优势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这时候还有一点本钱 所以说还没有输 但是棋肯定是损失惨重 肉眼可以看到人家跑回这四个字 就十几目棋 确实 所以这一吃 只要杀也没到着 对于白棋来讲就非常难 非常的致命 所以说其实也 我觉得也能力 所以说他突然发现吃这个地方 来打不及打的时候 可能对吧 才会有刚才所谓的那种 读到八读到九那句落子 其实都是连锁反应 对 因为之前的话 可能白棋比较顺利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 这就是一个对局的心态 我们之前看到 小生很多部棋 是读到58 59下的 但是反观白棋 因为有时间和局面上的双重优势 他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更游刃有余一些 但一旦就是突然 看到了这里面有漏洞 而且你找不到一个 很明显自己能接受得起的时候 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时间 这种情况下 这60秒就过得特别快 你脑子是空白了 你突然发现怎么走都不行了 就是都已经远不上了 你想嘛 那60秒过得太快了 对 当时就觉得 每一秒的倒计时 对你来讲都是怎么这么快 说实话 他下到这里吃 说实话我觉得 我个人的感觉 就不管最后是怎么判的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遗憾了 已经因为你已经吃上去了 上去已经受不了场了 这个局势 其实就已经是 受不了场的一个状态了 对 不知道怎么圆了 已经圆不回来了 对吧 很明显那个走不到了 是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就是 我记得之前 农心碑也出现过一次 就是记得 应该是朴婷环 对范婷玉的时候 也出现过一次 就是好像当时是在 也是超时 然后最后是重新加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今天这盘棋 从体现上看 是小米在点到59的时候 没有点上去 然后我们也拿到了这段视频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这一打吃 情况 就非常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 都是主要照小米表情的一个视角 现在我们是对着 现在是一个期盘的视角 对 你看它的鼠标是点在打吃的部分 对 它现在可能是觉得 需要吃掉这一下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在纠结 我们听到读秒声了 五 四 三 那有显示 他想逃 OK 就是点 他好像八的时候就在点 就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等于是一开始 就他 因为我觉得这种计算 对他来讲 其实不难 他八发现不行 对 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 先去看能不能吃那个 然后经过他的判断 他认为还是这两个字 其实跟彭老师的判断是一样的 他就不用想先拐了再说 对 但我们能够听到确实读到八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点了 然后八九都在点 就是这里来看的话 确实就是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情况 网络的这种问题 你很难去解释 因为之前也出现过 这里说实话 我们就可以扯得稍微远一点 本来这个在这个情况下 对局就很不容易 互联网的事情嘛 其实其实我们在互联网下期也有经历 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意外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关键的时候 应该是他准备下了的 对 我们可以再听一下 比如最后几秒钟 我看的是八到九之间 他准备拐的 但是一直没点上去 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没开始读秒的时候 是在比划的 还有个倒计时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有个数字给他倒计时 我们可以通过进解 七六嘛 对 五四三二 他二的时候已经放在这个位置 二的时候已经鼠标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二的时候点击应该是来得及的 对 但是我仔细听了一下 鼠标的点击 狂点击声应该其实是在九 就是他等于应该是八挪到这 然后九开始靠点 然后没点上 对 但以一般往期的经验来讲 九点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网络这种事情 就你这一秒这个短顺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万一说白了 也不是什么太高深的技术 比如说稍微网络卡顿延迟一下 那一秒不就没了吗 对吧 是说实话 那这个卡顿延迟 对 也是常态 对吧 你们大家下棋或者干什么事情 都很正常的 一到两秒的延迟 突然那个机器卡了一下 然后就好了 就不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说那现在就看怎么整了 是的 那所以这盘棋其实整体来讲 应该说除了最后的这个失误 就是确实葬送掉了前面的成果 但整盘棋 白棋从一开始的战斗 就体现了它的风格 而且计算上也很精准 其实是一盘 但是我就说实话 这么聊就挺难受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这么聊 我们总是这么聊 那个形势一片大好 总是这么聊那个其实形势 那个局面都发挥的非常完美 但是就不能聊最后那一下 你知道吧 就是对吧 已经很多 特别是跟小生下已经很多次了 所以这么聊 说实话挺尴尬的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 你避免这种说实话 就像刚才鲁鲁说的 你前面那么复杂 你眼花缭乱的那个死活 那个杀气都能看得那么轻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low吃 没去看 这个怎么聊 就是可能这一下松了 总是这个关键时刻 去所谓的所谓掉这种链子 说实话真的挺痛的 你不管这个棋最后怎么判 你事实就是166下完 已经局部有点崩溃了 对吧 那你前面 而且你前面说实话 你但凡这部棋稍微下了慢一点 你去街上 你就不会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超时的这个事 就不会有点不上街 因为也不需要你想嘛 也不需要读到酒 就是因为打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这个地方收拾不了了 那个才有点乱了 这个真的很难去解释啊 球们就是 对吧 有些球们也说这个是水平问题 技术问题 对吧 确实你要一次 两次我觉得问题不大 就可能 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 我们可能在独秒阶段啊 就是我们的高手们可能还是相对来讲 尽量去 去训练自己在独秒下的一些能力 就感觉上好像独秒中 我们其实除了几个 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下棋慢的棋手之外 独秒 比如说像许家阳那种独秒 其实整体失误比较少 但其他的很多高手真的是进入到独秒以后 肯定是比他在时间充裕的时候 会不稳定的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 我们要加强的一个缓解 对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你如果技术暂时弥补不了 你可以用逻辑推理的 有些招真的 人家你肯定是内部棋得慎重下的 其实跟杨领星那个也是 点进去你怎么能接呢 如果点进去你能接 会觉得那小生那个点不就没用了吗 就是你一定要谨慎的 对吧 人家最后就相当最后 最后一步 最后一搏命一击了 怎么会说 轻而易举了还会亏损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从那个思路上也想得太简单了 毕竟人家现在是排名第一的呀 对吧 已经赢了那么多盘了 是的 所以的话这盘棋 其实如果从整个棋的走势来讲呢 就是我们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感觉 那当然最后呢 因为出现了这一个插曲 然后最后双方中韩到底是怎么协商 然后最后怎么的结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天原围棋公众号给大家的报道 那么这盘棋呢 今天目前应该是暂停了 所以我们的棋局也定格在这个画面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就到这里 那感谢起我们的收看 然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赛事直播 以及今天这盘棋到底最后怎么看 谢谢大家